关于曹操这个人 上千年来大家一直对他褒贬不一 有人称他是一代枭雄 也有人说他是借国大盗 而在罗冠中的三国演义中 更直呼曹操为曹贼 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不假 但说他借国就有点名不副实了 毕竟直到他去世都没敢称帝 那当时全是滔天的曹操 为何不登上那九五之尊的宝座呢 小编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元树的前车之鉴 最从秦朝爆发了陈胜无光起义 王侯将相逆有种乎这句话便深入人心 尤其是草根出身的汉高祖刘邦做了皇帝后 更让一些底层出身的平民 有了做皇帝的梦想和勇气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诸侯歌剧 谁都想将汉室取而代之 而在诸侯中 元树便是那一个敢率先冒天下之大不为者 当时元树本想拥立 汉朝宗是刘渝为帝 还派人联系元树共商大事 但元树却看不上刘渝 打算自立为帝 建安二年 元树在寿春穷帝 建号众矢 立刻成为众矢之地 不久便遭到孙策 天下当时并未统一 属地有刘备 东污有孙权 东北有公孙氏 都在虎视眈眈 如果他冒人成帝 那必定会给其他诸侯 找到联兵讨伐的借口 这些诸侯中 单独一个拎出来 他都不怕 但联合起来 将会形成一股可怕的力量 昔日的董卓 元树 无疑不是败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没有十足的把握 曹操不会成帝 最后曹卫群臣人心不及 在曹卫集团中 很多人投靠曹操 完全是因为看在 汉宪帝流邪的面积上 典型代表便是寻遇 如果曹操称帝 那这些人很可能会 投靠其他诸侯攻打曹操 或带着汉宪帝另立朝廷 因此曹操在数字令中说 即环禁文 之所以垂称至今日者 以其兵事扩大 尤能奉周事也 可见他也知道 曹卫能做大做强 就是因为始终奉汉朝为正统 这样才得到人心 如果要称帝 他必须捡住汉朝最中心的羽翼 而他也一直在暗中 做着这件事 等到他死后 所有工作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他儿子曹丕 便光明正大的称帝了